哈囉 歡迎收看 太一報六起來跟著太一報一起玩 大家好 我是樂樂 今天這個主題非常特別 因為我要來為大家介紹一個 非常神秘 但大家又很陌生的行業 那我要問大家囉 如果你聽到 登登這兩個字 你對它的第一印象究竟是什麼呢 印象就是可以救急啊 天天的時候就要去跟它換錢 就覺得好像不太安全 拿東西去典當 沒錯 今天呢就是要讓大家了解一下 什麼是當鋪 那你有進去過當鋪嗎 就是不會想下去 沒有 沒有 所以如果今天 你真的急需用於免錢 你不會選擇去當鋪對不對 當鋪要有東西抵押 所以你有使用過這個管道嗎 有 真的 我還限了它兩萬塊 那你是拿東西去點當 黃金 好像一兩年忘記繳席 他也不會來對我怎樣 好 剛剛問了很多人呢 看來大家對當鋪呢 都還是一知半解 知道有它 但是不曾使用 然後對它也很多很多的幻想 或是覺得神秘感 那今天我就要來大家了解一下 到底當鋪的流程是什麼 這間是當鋪是不是 對 這間怎麼可能是當鋪 這完全跟我的當鋪的那個印象差很多 你知道我對當鋪的印象就是 會寫那個有沒有 很大一個字寫一個當 然後看起來非常的有江湖味 這間完全看來就像什麼精品店耶 一顆很驚人耶 兩億一千萬 一顆轉型 一顆轉型 兩億一千萬 兩億 我沒概念 貧窮真的限制了我的想像 黑色塑膠熱帶就這樣 從一家出去 我說過最怪異的東西 這個會脆脂的骨灰燈 欸 請問你就是傳說中的秦老闆嗎 一點都沒錯 你知道嗎 你現在坐著這個位置 是 就是有非常多的人 來跟我挑戰的挑戰位 什麼東西我幫你看一下 這個是 就是媽媽說她在訂婚的時候 然後算是阿姨送給她的一個 紀念品 她跟我說是紅寶石 如果我看得沒錯的話 它就是一個紅色的玻璃 那旁邊有一些碎鑽的部分 我們也看出來 它是一種人造的鑽石 叫鋼石 所以說這個應該是紀念性的東西 這個代表禮清人遇重 我只能說 老闆很會講話 好的 我們這邊有很多的鑑定的儀器 既然你來了 我就順便給你倒藍一下 真的啊 為我這個榮幸啊 這邊是一個紅外線的光譜儀 紅外線光譜儀是做什麼用的呢 它是利用這個寶石的折光 它對於光譜寬屏跟載屏的部分 然後我們去做了一個分析 所以我們這樣掃過去 我們就知道 喔 這個東西是經過優化處理的 就好像說我們今天不是很會醫美啊 對 對不對 那經過那個海關 海關那個S光一照 哇 這個小姐那個鼻子做過的 我們這邊也有一個GIA鑽石的 這也是一個鑽石的測試儀 你看這樣小小一台 對啊 這樣美金三萬 這樣子 我完全不敢 可是妳拿去想說 妳如果盪到一顆假的 妳的美金三萬就不見了 來 我們再來一個神奇寶貝 哇 這是一個神奇寶貝 看起來像一把槍 這個是什麼呢 金屬它可能都不是純的 比如說金 金 它有可能就是18K 14K對不對 白金 或者是它裡面還有銅 或者它有網 它有個 那這些東西都可以打得出來 我其實也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多儀器 然後第一次知道原來就是在當鋪裡面 可以做這麼精密的檢測 還有一個重點喔 這些都是免費的 蛤 這些是免費的 到當鋪來測試 對 是免費的 我以為他們就是因為要典當 這是個流程 所以他其實只 如果就算沒有要典當 他只想知道 他也可以來 就是 錢老闆 我這個要鑑定一下 但是妳很忙耶 我們這麼多同仁 都找我不肯 那佛心來著啊 那佛心來著 找我都是簽名啦 妳做一個行業 一定要對社會有些貢獻 對不對 那我們就貢獻就是 幫妳知道真假 告訴妳真理在哪裡 是 就是來貢獻 所以其實當鋪不僅是一個 糾結的地方 它其實是一個可以 找真理的地方 對 妳對妳的東西 比如說妳買個精品 對不對 或者妳在網路上 買個一樣什麼 要貴重的東西 妳心裡面打鼓 妳怎麼真的嘛 或是男朋友送妳的傳介 是 想知道他愛不愛妳 來找秦老闆 對 就玻璃分手 我的統計 到我們店裡面要求來鑑定 假貨大概佔到八成 很多耶 所以說民眾 常常被移動 是 那我就覺得很可惜 有這麼好的場所 我想問就是如果今天 我真的是拿了一個 也是真貨來 然後非常名貴的寶石 這樣子 或是珠寶 那我也真的急需用錢的話 這個典當的流程啊 典當第一 就說到妳要帶身份證囉 第二的話 妳要帶東西來囉 對 第三點就是妳要帶一顆 嗯... 有希望的心 有希望的心啊 因為我剛剛說 有百分之八十個東西是假的 對啊 OK 好 如果你跟當部老闆 能夠談好一個價錢 是 就是比如說妳要 需要借多少錢 當部老闆同意的話 大概應該是在三分鐘 到五分鐘之內 就可以結束了 這麼快 對 就可以拿到陷阱 有一個人我的印象 我給他的估價 他父母親留給他的東西 最少值五千萬 他自己竟然不知道 他是拿什麼東西來 是珠寶嗎 還是... 有珠寶 那也有那個字畫 字...字畫耶 對 字畫 古人叫字畫 古人字畫 是什麼都有耶 欸 是 所以他自己不知道 它是價值年成 對啊 那是我我也不知道 他還以為是廢物 你知道嗎 他等一下拿去 資源回收 我們提供的福物 就三個字 說真話 說真話 對 無價 我們不說假話 這個東西值多少 就是值多少 是 那我們說的不會改 比如說今天說這樣 明天說的那樣不會 我說這個值二十萬 它永遠值二十萬 所以我們隨時給你二十萬 你要想說 你到我們這邊來鑑定 是我要給你錢 你都不用給我錢 所以我要比你慎重 是 對不對 這完全顛覆了 大家對當鋪的那個印象 來 你看 是 這麼多的東西 對 都是流蕩品 這流蕩品怎麼來的 為什麼這麼多 因為很多的珠寶商 或者珠寶鏡頭商 珠寶的架工廠 或者是個人收藏品 他們就會跑到這個地方來 是因為他們需要資金的周轉嗎 周轉 有一些當然他們就放棄了 那就我們來做流蕩品的銷售 你們看到的是珠寶 我看到的是現金 就比方說現金 冰在冰箱裡 這邊裡面有沒有那個 就是價值最高的 價值最高我們來看這一顆好不好 這一顆很晶圓耶 可以啊 是黃鑽嗎 金鑽 金鑽啊 可以帶帶看嗎 老闆 當然沒問題 沒有 這一輩子就靠這一檔了 這顆金鑽時刻 這個在一般市場上 大概是一千兩百萬左右 我們賣到一半 一半的錢 謝謝 謝謝馨老闆 我現在真的是要小心翼的 把它放回去 不用那麼小心翼的 就是鑽石 那很硬 那比玻璃很硬 你有沒有收過什麼最怪異的 讓你印象很深刻的 好 是 我說過最怪異的東西 就是那個 收過一個那個 骨灰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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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直的骨灰潭 用翡翠做過 這個人肯定很有錢 對 剛好相反 真的嗎 因為他這一輩子都撩倒 他希望永生的時候 能夠住到一個 非常豪華的別墅 他是這樣 他一輩子就沒買到一個房子 對 然後他突然去 就身體不舒服 然後到醫院 醫院的醫生跟他講說 你看 你掛了 你能得到肺腺癌第二期 準備後世 他就是人生完蛋了 他想說 我一定要買一個好房子 要買一個骨灰潭 貼上他的御照 寫上他的名字 結果呢 這個命運的造化 弄人 就是他 沒死是吧 好了 好了 手術以後好了 好了呢 錢花完了 那你有收嗎 他都已經刻上名字了 而且我在跟他講說你用 刻上名字我都可以寫什麼 貼上相片我都可以寫什麼 我當過你的價值最高的 然後 兩億一千萬 一顆轉石 一顆轉石 兩億一千萬 兩億 對 然後兩億千萬的現金 是什麼回事 對啊 這是什麼 我沒概念 貧窮真的獻吃了我的想像 兩億 如果是你用電匯 就要 打一打 對啊 我是現金的 不是這個樣子 是現金 你們是拿那種袋子 像這樣熟那個人質的那種袋子 剛好相反 相反 黑色的垃圾袋 那要捆幾個 四袋 滿滿的錢啊 黑色塑膠的袋 就這樣從... 然後其實裡面在... 人家以為我們在丟垃圾 我覺得今天在這邊 遇到錢老闆 我真的非常感謝錢老闆 幫我們上了好多堂課的感覺 你知道嗎 從一開始 大家對當鋪 可能不是太瞭解 然後經過錢老闆的解說之後 發現 當鋪其實不只有 就是應急的功能 是一個找真理的地方 就是 生活上的便利商店 生活上的便利商店 比S7E在那邊還要便利的感覺 當然 你說S7E在那邊要消費 到當鋪必一定要消費 不一定要消費 那很謝謝錢老闆 今天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這麼多 那如果大家呢 還有一些特別的景點 想要推薦我們 或是想要多多的跟樂樂分享 歡迎在底下留言 然後想要了解更多的當鋪的話 都歡迎來找青老闆好不好 真的揭開了當鋪的麵紗對不對 謝謝 不會 那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 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太豹六起來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們不亂花錢 要不然就是 有人幫助 我也滿想要被幫助一下